Odia Jungle Odia Jungle 现年36岁的TVB画蛋唐诗永入好多年 情路坎坷的他对感情是向来认真 曾依旧爱随剑帮分分合合多年 其后就于34岁的洪永城发展姐弟时 奈何两人拍拖两年 在去年5月宣布分手 上回说道 君是好女友拉票 正是后前男友 进来帮忙顺便求复合 拍拖三年的洪永城和唐诗永 在去年5月份突然宣布和平分手 双方都表示 再见也是朋友 即使分手 洪永城在随后的访问中也承认 希望外间不要再写太多关于结婚或第三者等传闻 这样会令唐诗永承受更大压力 而要承受的问题可以全放在他身上 最后 他还表示 我会保护他 因为我还爱他 但不是情侣之间的爱 而是朋友之爱 一段情走到分手 却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实在是太难人寻慰了 虽然两人同属一间公司 但自分手后碰面的机会几乎为零 而唐诗永也没有寻求新感情 曾采认这世界时模式也可能发生 而段思连的他门 在分手后的种种记 像都被符合埋下了伏笔 在去年年底唐诗永曾公开尾 自己在墨青青回颁奖电力的事后拉票 结果前男友洪永城大方为他拉票 没有借地唐诗永对此表示 感谢他 这一票在心中 现在是朋友 大家在同一公司都会见面 有些事情真的很微妙 最不想见 倒却最容易见到 嘴巴说的身体也很诚实 就在近日 分手八个月的他们秘密约会一起吃饭 重燃爱火 为避免感情事再成为新闻焦点 两人在约婚是几为小心 日前 他们在北角约婚时 跪碎地前后脚会和 为免心中被发现 当天红永城不开平时开车 反而开一步挂销星牌的车 到达目的地后 戴上口罩的红永城停车后刻意的张望 沿途不时左顾右盼 为积极急忙不往附近一大厦 为何早已在场的唐诗永 两个多小时后 两人肩并肩不出 但明显极为避迹 但殊不知还是被人发现了 只见两人戴上帽子 当发现也来图人目光 便保持距离 又不时拉下帽子 不想被人认出 接住他们各自开车前往就餐 独自一人的红永城放下了景气 开始边走边按电话 走进餐厅后 他点好餐到唐诗永会合 谁知唐诗永驾车来到餐厅附近 下车时竟发现周围 有记者跟踪 一心不想被抱负合的他转身开车回家 偏下红永成了一个人在餐厅呆坐 看来他们在这个晚上过得非常无奈和扫心 回想他们当年还处于热恋期 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日常生活 都经常看到他们不必记得合照 分享在一起的甜蜜 虽然在那些年里总有不和谐的生意 也不被外界看好 但他们的甜蜜是有目共睹的 也许是爱得太深 即使分手了他们 也表明能成为朋友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那么快 他们又复合了 从过往娱乐圈中 不少分手后成为朋友片 再度复合的艺人来看 复合后很大机会会修成正果 而从红永成和唐诗友 秘密约会复合来看 他们肯定是不想再被媒体过分报道 而让双方感到压力 毕竟他们之前分手 也是因为承受了太大压力了 不过他们既然有机会复合了 那就静静等待他们进一步发展吧 再次祝福他们 你们怎样看呢 不过唐诗友与红永成分手后再见 亦是朋友 仍然互相关心不时传出复合 唐诗友曾被追问对复合仪式 是否去开放态度时 他曾打言一切随缘 这世界式模式 也可能发生 旅行吗 递插 一个 对